亲爱的姐妹,今天的事情金句是 每次他上上主的圣殿时,总是这样刺激阿纳 撒梅尔几上一章七节 这里讲的是阿纳和他的情敌 两个女人服侍一个丈夫,情敌叫培尼纳 培尼纳有儿子,阿纳没有儿子 昔日的社会很容易想象 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我们中国人都这么说 所以阿纳就没有办法分猪肉 祭品的时候只得他自己一份 没有子女,于是就不得多了 即使师生喜欢他,也没有办法 不过我从这里看到,圣经金句是反过来看 虽然每一次上主圣殿的时候 培尼纳都刺激阿纳 你又没有儿子了,即是说他 不能生,被人看少 但是阿纳仍然每一次都去上主圣殿 显示出他对天主那份信靠,坚持 不单止这样,后来我们看到 他真的很坚定地完全信靠天主 将自己的委屈,自己的不开心 以及自己的喝盼 希望有一个儿子,这份喝盼 完全在天主的手上 除非他有了撒沐尔 但是他又很知恩 有了撒沐尔之后,到他带大他 即断雨之后 按照后来的记载 到第二章的时候,他就说 他立刻带到圣殿那里 将他留在那里,奉献给天主 去服侍天主 在这里我们看到 没错,天主显了奇迹 帮助了阿纳 使他得宠,蒙恩 但阿纳亦是一个知恩的人 而且知恩之前,亦是坚信天主的人 所以各位兄弟姐妹 我们很多问题在人性的层面好像没有出路 所以有时候,比如那些茶经小组 大家分享一些不开心的事,埋怨 有些问题,解决不了 但各位,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没有出路 所以必须小组 大家圣经分享完的时候 一定要做祈祷 最好能够出声 用自己的说话 向天主说出自己的困难 哀愁,不开心 告诉天主一定 什么时候我们转向天主的话 就会有希望的 有力量的 有安慰的 好,让我们再次重复这句圣经金句 也学习阿纳这份 对主的坚定信靠 每次他上上主的圣殿时 总是这样刺激阿纳 撒慕二纪上一章七节 我们下期了 我们下期了 我们下期了